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知识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关心幼儿托育的问题 目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 大多数都是父母或是主父母来照顾 而县补卫让家长可以获得更多正确的照顾技能 也了解托育资源提供完善的照顾环境 所以特别在宜兰社府馆成立了托育资源中心 也准备了行动资源车 要让更多乡镇可以分享托育的资源 县府这次与蓝阳青年会来配合 开办地家托育资源中心 所以邀请小朋友盛大演出 为今天的活动来热闹开场 县长夫人议员也前来管理 社会处表示托育资源中心除了提供安全环境 还有适合三岁以下的书籍跟教具 而且还会安排专业辅导活动 所以欢迎家长多加利用 而来参观的民众也非常认同这样的服务 育儿不外乎是每个阶段小孩子碰到照顾的问题 以及相关他必须使用的一些图书或教具 那其实现在小孩子在每个阶段会使用不同的书籍跟教具 我们这边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那其实父母跟阿公阿嬷也不一定要去对外去采购 另外为了让其他乡镇也能分享托育资源 中心也会利用这部行动车 配合各地的读书馆来提供相关服务 我们未来会把这些咨询平台 用行动方式行动车的方式去到各乡镇来服务 那原则上我们是把这个行动车呢 会布点到各乡镇的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会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或小孩在那边使用 那时间我们会再提前公告 那到时候会透过媒体的方式来公告 也会在网路公告 那欢迎大家到时候来一起来启用 托育中心的服务时间是每周二到礼拜天 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地点在宜蘭市社会福利馆 宜蘭匈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